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坚强的意志 我们班的斯黛蒂也能做出像那个佛罗伦萨少年的事情来 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一项成绩较差的斯黛蒂得了二等奖章 他成为班机里又一个出色的学生 大家都感到很惊讶 斯黛蒂的父亲在十月份带着他来上学的时候 见到谁都说他的孩子很笨 请大家多多关照 他对老师说 我的孩子领悟能力比较差 请您多多指点 所以一开始 我们大家都把斯黛蒂当作笨蛋 认为他一点都不开窍 但是斯黛蒂却暗暗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变得更加出色 一定要努力学习 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学习起来 不论白天黑夜 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 就连散步的时候他都坚持努力学习 他从来不在乎别人嘲笑他笨 终于有一天 这个脑子不灵的孩子超过了其他人 当初他学习一点都不好 甚至连基本的算术题都不会 写作文也写不好 可现在他的作文和数学都学得很好 斯黛蒂学习很有毅力 无论是破报纸还是剧院的广告 他都拿来学习 即使存了一点钱 他也一定会用来买书 他的卧室像个图书馆一样 斯黛蒂不大爱说话 也不和任何人玩 他总是坐在座位上 认认真真的听老师讲课 他学习非常用功 很喜欢花时间来思考问题 老师发奖章给斯黛蒂的时候 非常高兴地说道 做得好斯黛蒂 你真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啊 即使是得到了奖章 斯黛蒂也一点都没有因此而变得骄傲 他似乎比往常更加虚心了 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听讲 在放学的时候 斯黛蒂的父亲来接他了 斯黛蒂的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的孩子会得奖章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老师告诉他 那的确是真的 听了这句话 他高兴地笑了 用手拍打着儿子的脖子 大声地说 儿子真棒 你是爸爸的骄傲 他一边微笑着 一边抚摸着儿子 别的孩子们都替斯黛蒂高兴 只有斯黛蒂依然如故地 坐在那里默默地看书 预习着明天的功课